大家好,40路的小公园现在也处于整改阶段 我们知道Mipo那里那个小公园现在已经在几个月前的已经开始整改了 现在这一个小公园也开始了 公园里的树都被这些木头给拦了起来,保护起来了 现在这几个工人正在安装保护树的这个框架 这些红色跟白色的这些障碍物把这个流浪炭的那些家当给隔起来了 所以它可能要把它的家当全部搬出来 你们知道这里边为什么有个孔,然后里边是空的吗? 它是等下雨的时候收集雨水,然后它就会变得特别特别重 这样它就能起到一个坚固的作用 没有水的话它是非常轻的 大一点的风都可以把它吹到 但是当它里边充满了水之后,就非常结实了 这公园就因为有太多的流浪汉,有很多人在这里喝酒抄大麻 所以虽然是个游乐场,但是小孩子并不多 非常非常少 到了夏天,情况就更加不利了 因为很多流浪汉在公园里边过夜 本身对妈妈带着小孩子来公园玩是一种威胁 即使这些流浪汉并不存在什么攻击的这种现象 但是对别人来讲都是一种威胁 这种大麻疹类的辄亭 游乐场 没有那么多的 准备的是无伞 FK